出门上班的时候 突然天空下了大雨 你这时候心情会如何 或是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跤 那肯定心情也不会太好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是怎么管理你的情绪 或是去转移这样子的坏心情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绘本 就跟心情有关咯 小卷毛的坏心情 小卷毛这么小 为什么它有坏心情呢 原来因为它刚刚经过 冰淇淋店的时候 妈妈不买冰淇淋给他吃 所以他一直皱着眉头 非常不开心 然后他就在地上发现了一只树枝 他就把树枝捡起来 去坐弄弟弟 妈妈当然就不开心 妈妈就骂了他一顿 可是呢 很神奇的 因为他坐弄了弟弟 他情绪得到了舒展 所以坏心情离他而去了 那坏心情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到妈妈身上 因为妈妈还在生气嘛 走着走着 妈妈就看到一个人摔了一跤 所以妈妈就哭哧笑出来了 妈妈的坏心情不见了 远离了 那跌倒的人的坏心情要转移到哪里去呢 因为他摔了一跤 衣服脏了 他就跑到洗衣店要去洗 虽然生意上门 可是这个人当着大庭广东之下 就把裤子脱下来了 对他来说这成何体统 那洗衣店的人当然也不开心啊 他正要生气 可是他没有生气耶 他接着用幽默的态度来面对 结果呢 坏心情没有找上他 相对的呢 他的心情变好了 甚至也因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有时候我教导孩子怎么去做移转 比较难用具体的方式 或是说你就不行 可能你就越受越糟糕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做着他很厉害的地方 他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然后有一个很快速的转移 让我们读起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轻松 他的画风也是非常像冰淇淋色的 甜色跟暗色的对比 让你来看的时候 你的心情其实应该会跟着转好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教孩子怎么去做情绪管理 当我们转念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我们周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 让快心情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旅行吧 然后你怀抱的永远会是一个好心情